日本跟台灣一樣受到非常嚴重的少子化問題 因此很多學校就廢棄了 那這些廢棄的空間該怎麼辦才好呢 身為創意大國的日本 把這些廢棄的空間加以利用跟改造 打造成人氣爆棚的觀光景點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其中一個 非常有趣的文化案例吧 位在千葉縣的寶田小學校 擁有126年的歷史 因為少子化的衝擊 在2014年飛校 為了讓這座百年校舍可以重新回復元氣 地方和當地政府連鎖 將這座小學校打造為道之尺 在保留校舍的原本面貌下 將它打造成類似高速公路休息站的 道之尺寶田小學校 除了有常見的停車場 服務中心 餐廳更規劃了住宿市場和泡湯的空間 一樓餐廳使用學校桌椅當作座位區 頗有名氣的李山食堂更提供在地的料理 讓造訪這裡的人們 可以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 福利社空間 則搖身一變成為咖啡館 販售著各種麵包 甜點 咖啡等美食 二樓教室的部分 則改建成住宿空間 共有十間四人房與兩間大通鋪 裡面的黑板還有長形的鞋櫃設計 更讓住宿增添了許多懷舊跟有趣的氣氛 更特別的是 道之尺寶田小學校還有泡湯的設施 對許多旅人來說 多了一個可以停留的吸引力 而為了推動當地的地方創生 學校的體育感成為里山市場 販賣民產小農產品和學校周邊的商品 讓當地的居民能與各地往來的人們 有更直接的交流機會 其實校園活化它也是地方創生的一種 那除了就是去研究如何吸引更多的 外來遊客前來 更重要的是如何抓住當地居民的黏著度 因為畢竟他們是對這個環境最熟悉的一群人 如果可以增加他們在這裡活動的頻繁度 或者是甚至讓他們可以在這邊持續的消費 那絕對是活化這個空間成功的第一步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咯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